完整版旅行视频 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去看世界 然后我们现在在去石林的路上 趁着这段空间 我才把人家发了还空间 等等 堵了多少个小时了 你这睡了一觉起来了 怎么呀 这半路我们经过 路快越来越难走了 这后面这一段 你看看右手边 很恐怖很恐怖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路 是个正常的路吗 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 但是不正常 太难走你看 可能前阵子大雨了 你看 砍了树 然后在这底下扑的 以免轮它陷在底下 一路扑过来这些路 真不容易 半天了 是吧 七八个小时的 从那河边往这走 是 反正挺冒险的 你像这么这种情况 基本上很少游客进来的 进不来 进来出不去 我们还进去干什么呀 进来出不去 我们又不是游客 我们是专业的 我是旅行者 这里是BBB 这里是BBB 广播电台 我们不是BBB 我们现在停住了 敲塌了 敲塌了 水漫过那个场面 这不容易多事啊 可能下去就上不来了 没有人 在这儿要撑坏了 什么就完了 完了 完了 我先把这比较吃了 先垫上 你垫上 我把你吃了 又是一个水坑 这接下来估计完蛋了 果然是像那个司机说的 Far Still Far 我们要以这样的速度 还要走几十公里 哈哈哈哈 我这样的水坑也不多 到目前为止 到现在这些阶段 一共遇了不到十个 这样的水坑 前面你睡觉村遇到我一些 有水坑吗 对 有水坑 大水坑 有过水 我都拍起来了 嗯 不到十个 也就是七个 If Raining is coming very good route very good route 是吧 啊 完了完了 恐怖的路来了 哇靠啊 这个还横边硬开出一条路 硬走 要不然刚才中间 我没看到 我以为没法走 一下没法走 我就只能拿鞋子 拿鞋子下去 鞋子 没鞋子拿拖鞋 前面前面 看看前面 还好是4-5-4 是啊 滚风车子 根本没法进来 前面有很多人 没想 怎么在这烂拉 前面没什么 啊 〔博物质疙�タ〕 噢 这地方越来越神秘了 越来越便宜 神不神秘不知道 肯定是越来越便宜 都心科学 到底是什么让这个路这么陡 没得走啊 是少帝吗 还是博物 大家看到森林里的这个魅影吗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他ся 他不走了 这个就换一下 尿尿了 看这个是我们这个桥已经断了 这个桥断了都已经 我们就从森林里这么硬开了小道 热过去 所以这个路真的是 就这一条路 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说明去的人很少 对 那肯定是去的人很少 你看这个桥 语气肯定这儿肯定是不行吧 语气肯定不行 然后这旱季的话 然后假设如果说 路断了我还不知道什么事能够修通 因为在相对还处境在修 你看这个桥 就断掉了 我们也不知道旅途的终点是什么样子 说不定你连电了 应该是发动机发电跳的 肯定没电了 没有过来电了 是啊 没有电的话 没有电的话 没有煤的洗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少拍一些了 我这设备电都没出口 不拍了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常见这种路啊 就是水沟下来了 这应该是桥断了 常见了 常见这种 就是一路经过了好多这样的路了 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坑了 你看 师傅在把那个 拧一拧这个 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正在 相当于在世界的尽头 这个路这边已经是 就这样了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前方怎么样 看我们的车 走吧 我们刚刚过了前面那个路 马上又来一步了 然后我刚才沉的水非常深 没拍 现在我们围个镜头啊 我应该坐在车角上去 可以呀 长途跋涉了 我们现在走一段路 就要紧一紧这个车摊 哎呦 哈喽 怎么说 他们踢的小鱼 他们踢的小鱼 抬唤一下 你咕哩 他跟他们说 不好 烤鱼 鱼 在这地方也还是有人的 就是没有路 carte鱼 哪个光来闭海 不断